嗨,你现在收听的是 飞碟联播网UFO STAR聊天室 我是今天的市长梁文英 哈哈,隔了两年多左右 我又发行了新专辑了 刚刚大家听到的歌曲呢 是这次新专辑叫做 情歌比情人还懂得主打 首播 短痛不如长痛 这次我们很认真的 要做一张情歌专辑 因为算一算 到今年应该也是出道 十六 十六年,十七年 然后我觉得可能 有些歌手 我觉得不是每一个啦 因为部分歌手一出道 可能就已经很明确 有他们自己的风格 或是觉得一个 很 对,很明确的歌录 但我觉得我算是 比较慢一点 嗯? 变相的为自己打歌 我也有一首歌叫慢一点 呃,就是说 一直有在做的事情 其实真的就是唱情歌 可是呢,当然年轻一点的时候 你还是会想要尝试其他曲风的歌嘛 那我想超面公司 其实有个考量 也是因为 我在星光大道比赛的时候 因为每周的主题的关系 所以会要参赛者去尝试很多不一样的跳舞啊 或者是 我真的为所有我的歌迷朋友 不管你是认识我或是不认识我的人 我想要用情歌 对你们的心说话 所以除了这一张我的第八张专辑 没错,我刚刚那首歌真的蛮痛的 他要讲的真的就是 呃,有些人呢 其实听情歌并不是想要完全从情歌当中得到疗愈 而是反而希望可以沉溺在那个痛苦里面 我今天才发了一个限动说 呃,人是不是真的都很自虐 你明知道听哪些歌会痛 明知道做哪些事情会让你想起一些事情 可是你就是,你知道控制不了自己 就是还是会想要去翻那个手机相簿 还是会想要去联络他身边的人 就是,哦,不知道 感觉会痛,可是你还是想要去做 但你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情境 比如说在婚姻的关系当中很多的身不由己 让你没有办法离开这段关系 所以这首歌就是要讲 藏在大家心里面的那一个痛 接下来呢 我想要送上也是我的第二波的主打歌 这首歌我真的觉得很开心 邀请到,呃,应该是说唱到张浅君伟老师的歌 大家先来听听一首遗憾的歌 一首遗憾的歌当初在收录的时候 其实它是蛮后期我们收到的歌 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已经有一首张浅君伟老师的歌了 然后我就一直很坚持说 这首歌我一定要唱,我好喜欢 然后当时公司还说 可是你不能贪心耶 很多人都要老师的歌你一次要了两首 我说不然我们就先来试唱看看嘛 如果真的唱很好 我觉得公司也就必须你知道成全我的执着 于是真的很荣幸 然后也很开心 在发行之后也有跟张浅君伟老师有一些的交流 然后得到他的很多的鼓励跟肯定 我真的是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在唱一些大词曲人 音乐人的歌的时候 你会比歌迷听到大概再紧张十倍吧 被他们听到 很想知道他们听到以后的感觉 所以当然啦 这首歌也是一首分开的歌 他在讲的事情是遗憾 我在拍完一首遗憾的歌 之后我就飞去意大利 给自己放一个长假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有在我的心中留下一个 算是沉重吗 我觉得也是 就是你又会很期待大家听到以后 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然后你也不断的在问自己 是不是真的很多的心情都在这首歌里面给消化了呢 你是不是真的把自己剩下所有的遗憾 未解或是不开心都放给了这首歌 因为我希望大家都是 我们人生在世不可能没有遗憾 不管是你的亲情友情 你跟你的同事 任何人或是是针对你自己 有些事是我们无法挽回的 或是一直到现在你都觉得 好像很无解 一直在原地打转 或是时间过久了 当你在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的心还是会小小的揪一下 像我自己也是一样啊 可能走在路上 然后想起某些人 然后就会觉得说 唉 我上次真不该跟他说那句话 可能伤害了他 或是怎么样 可是后果已经无法挽回 种种之类的 所以一首遗憾的歌 歌词也写到 把遗憾都留在这首歌 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刻意的 做这样的仪式 就是把你人生的遗憾 来做一个总结 就不把它带到未来了 那当然 这首歌也有很好的成绩 然后也要谢谢大家的支持 总之呢 你已经放心好不好 这是一个很K的 又很好听的歌 你已经可以在KTV点到了 我上次自己已经去试过了一次 我想说 妈呀 怎么那么难唱啊 OK 如果你觉得难唱的话 你可以开导唱好不好 我已经可以帮着你唱 你就好好的听歌看MV 好 聊这么多 我们接下来要来听 来自家家的分开的常理 我们马上回来 哈喽 你现在收听的是 飞碟联播网UFO STAR聊天室 我是最近发行新专辑的 市长梁文英 刚刚大家听到的是 一首我的新歌 叫做慢一点 人跟歌相遇 真的是一件缘分 我觉得 某一次呢 接到一个工作的邀约 然后说要去一个电视节目 歌唱比赛 去做评审 那其实我 我很喜欢做评审 因为每次看着参赛者 都会想到自己以前 然后当他们 那个 很焦虑 害怕紧张的眼神 看着你的时候 你就会想要 以一个可以让他们安心的表情 回应他们 因为你自己站过那个比赛的舞台 你知道那种感觉有多讨厌 就是你已经很紧张了 可是你看 像评审席的时候 反而更紧张 对 而且评审坐的位置 又是那种你知道 最明显 一看就是 一排评审的那种 所以我喜欢在歌唱比赛里面 做评审 是希望让他们安心 然后我也很喜欢 听到参赛者们 他们当时怎么准备 就拿出百分之百的 自信 那在那个比赛里面 当时那个主题是在讲 自创曲 然后他们必须在很短很短 很压缩的时间里面 写出一首歌 词加曲 然后就听到其中一个参赛者 叫知玄 他写了这首叫做慢一点 那当时我就听得很入神 我觉得哇 这是一个旋律很简单 可是很深刻 也跟这个参赛者 他本身的经历很贴切 我觉得真的东西 诚恳的东西会打动人 因为你是在说自己的故事 然后你自己动容 其实台下的人也会 更何况是评审 那当时就示范唱了几句 然后就是在网路上 可能大家都有听到 然后歌迷朋友都敲完 说可不可以 来做一个正式 完整的版本 于是呢 我们就把它放进专辑里面 叫做慢一点 我上次在TICC的演唱会的时候 其实满 一开始就唱到了这首歌 我是真心的很喜欢 然后我也希望把它保留 它最原本的样子 大家最记得的就是那个副歌吗 拜托慢一点遇见我 在亲吻的时候 只是我们再把歌词跟编曲 稍微重新整理了 以下就是大家现在听到的样子 就像这首歌讲的一样 有时候就是无奈啦 就会觉得说 要是我们不是这个时候遇见就好 就是感觉有很多的 天时地利的不和 就是为什么会是现在相遇 要是哪些时候就好了呢 对 因为这是一张情歌专辑嘛 所以我会把这首歌归类在 不知道耶 小痛吧 因为我们喝饮料的时候 会有几分糖几分糖嘛 如果是真的很痛就是全糖 就是全痛 这首歌 好了 我觉得应该有个半痛吧 但也有些人听到了觉得啊 真的有一段 可能很惋惜的一段感情 不在对的时间相遇 OK 接下来呢 要播的也是来自我的新歌 这个是我参加了一个创作营 然后在其他同学的创作里面 找到的一首好歌 我们一起来听 叫做归零后释怀 想跟大家聊聊 然后我在就是这个月 办的这个 现在也是十月嘛 我的首场的大型的演唱会 我必须老实说 我前面一刚开始 我心跳真的很快 我前一天心跳就很快了 其实我一直是一个 睡很好的人 然后大家问我会不会紧张的时候 其实 会 可是我的反应又没有那么大 我一直觉得 反而好想要赶快上台哦 就是 我知道我拿到麦克风 就会没事了 那我前一天 前一天对 睡觉的时候 我就很 很深刻的感觉到 我的心跳怎么那么快 就是我的手臂 靠在我胸口的时候 我的手臂都在晃 知道吗 那种程度 就是动动动动动动这样 然后要说服自己 你必须得睡好 因为你明天要有很好的状态 首先如果你有来演唱会的朋友 我非常感谢你们 因为当我看到TICC坐满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就已经很激动了 然后那一天又要唱这么多 疗愈 我有疗愈吗 我觉得不算 就是 一半一半吧 有些事情 不需要特别去 我的问题是说 伤口一定要抚平吗 就是 这个演唱会希望大家 就是群体 你知道 释放 常常有些人喜欢用工作 用旅行 用购物 用耍费 或是 用一段一段的恋情 为了要忘记某些人 或者是某些事 光是我自己也是 就是 在不开心的时候 我要工作 我要工作 我要去找朋友 我要去海边 我超爱去海边 所以 在那一天 其实连续唱了二十几首歌 我从第一首 我的心就已经是满的 除了心跳很快之外 因为 第一首唱了《寂寞之光》 然后 想到当时的 青涩 然后对于 可能这个世界也没有到 很 很 很 透彻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 但是 来到这里的人 一定都是想要从我的歌 歌里面 获得一些什么吧 也许你会得到答案 也许你会有一种 被理解的感觉 总之在这个演唱会里面 真的就是 互相疗愈 的这种感觉 我到后来的几天 一直走不出来 我一直觉得 因为我歌迷一直跟我说 那个 那个叫后座力 后劲也太强了吧 其实 不瞒大家说 我也是一样 而且我觉得我那天没有哭够 还没 还没 眼泪还没哭完的时候 下一首的前奏又进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 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啦 但你自己很感动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消化 然后接住台上台下彼此的心 一起感动在这个演唱会里面 所以如果下次我还有演唱会的话 我真的希望大家来 文音的声音真的要听现场 对就是 我自己是很享受的 好然后呢 接下来当然还是要来听我的新歌 这个也是要唱给我的粉丝朋友 真的谢谢你们陪了我十几年 然后 真的比我爸妈陪我的时间还久 然后不管你是从哪一张专辑 哪一首歌听见两文音 我都谢谢你们 然后这首歌也是要送给你们的 你们都是我生命里面 成全我的那一个 最动听的伴奏 哈喽 你现在收听的是 飞碟联播网 UFO Star聊天室 我是今天的市长 梁文音 刚刚听到的歌曲呢 是跟我的专辑同名的歌曲叫做 情歌比情人还懂 这次很开心 真的又能够跟 算是业界真的是金曲制造机 姚若龙老师以及陈小霞老师合作 其实大家随便Google一下 他们有超多歌 有些甚至让你觉得 哇原来这是他们写的 因为你早就已经很会唱了 那这次呢我们先发了词 然后在收到情歌比情人还懂的歌词的时候 哇直接被这个标题吓了一大跳 有时候真的是这样 然后我我自己身为一个唱情歌的人 常常会听到 不管是歌迷朋友来我的活动 亲自告诉我 或者是现在大家都在用社群吗 也会留言告诉我说 我的歌怎么样去影响他们的生活 或是影响他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想法 有时候我都会觉得 确实啊是音乐的力量 但是我不会把自己看得这么厉害 然后某些部分也觉得不懂 就为什么音乐可以做到这件事 然后也有一点小小的没有自信吧 觉得自己OK我可以唱情歌 可是真的有到这种程度吗 可是越到后来尤其是 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 然后我觉得自己唱起情歌来很 很踏实 然后我也透过我自己这次的演唱会 在唱回以前的歌的时候 好像某个开关就被打开了 我自己我在准备演唱会的过程 自己唱了好多遍嘛 然后就会一直不断想说 会有点小压抑 心里的孩子 哭过就好了 最幸福的是原来感动可以是这么这么的满 有些事情真的需要时间 你才会反而去 体会到更多的细节 因为当时最幸福的是我很直觉的想到我的家人嘛 因为从拍的MV也是啊 曾经有一个很美好的家庭 但我那个时候的人生阶段 对我来说最痛的就是爸爸妈妈不在身边 然后很怀念有他们在的那段时光 就是我最幸福的事情 然后一直到后来 OK 我有了歌迷朋友 我谈了感情 我进入了一段关系 然后我结束了一段关系 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对于幸福的理解 已经产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哇 就是真的 我觉得现在到这个年纪 听情歌或是唱起情歌 你马上就能够脑补很多很多的画面 而且他们都是真实的 我觉得最可怕就是这样 以前小一点的时候 我还要透过看那种电影 然后看书 然后一直到处去 要收集身边的朋友 没有什么 最近有没有什么分手的八卦 分手的事情可以听 然后去上了表演课 情绪开发课 就是要一直去揣摩 你才会生出一个东西 但我必须要跟大家讲说 有些时候 我们遭遇一些不是很开心很顺心 或是让你很消耗很痛苦的事情 它不见得是坏的 当下你一定会觉得很难受 可是慢慢慢慢 我觉得我自己啦 去都会去想说这件事情 带给我的是什么 它就已经发生了 可是我怎么消化它 然后它在我内心里面留下的又是什么呢 只是痛苦吗 或是它让你成长了呢 或是它让你以后避免走许多冤枉路 我分享我自己 我分享我自己 我应该是 我做的 一开始吧 我要先确保自己 我不恨任何人 就是 我觉得恨一个人实在是太累了 当然做疗愈的事情一定要 我会鼓励我自己写好的东西 有时候你去想一个人 他多么讨厌 他对你 他多伤你 或是 他让你经历了多痛苦的低潮 可是其实你抽离以后想一想 这件事情以后 真的一点任何的获得都没有吗 其实认真想以后是有的 我现在也养成每天写日记的习惯 我变得 嗯 你可能叫有些人写好事情 他写不起来 写坏事他写一大堆 我一开始写日记也是这样 后来学会写感恩的事情 或者是我今天学到什么很棒的东西 你就会颠倒过来 你写好的事情 会写得很快 写不好的事情 反而就好像没有什么了 你就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觉得 全世界都虧待你 你学会去看 你拥有的 然后 学会去看在每件事情过后 变得不一样的你 我觉得那是 一场很好玩 很有趣的冒险 而且你回头再看的时候 会觉得 我今年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我每天都在挑战我自己 然后我每天都看见自己 好的样子 你不会回首 这四个季节过去以后 诶 都过得差不多 那个伤我的人 我还是很恨他 然后 那个很痛苦的感情 我还在那里面 然后我还在死命的挣扎 等等之类的啦 当你有刻意的去 好好的对待自己的时候 像我们上一张专辑讲的 你一定会收获自己 真的 鼓励大家 好不好 写下来也是一种 用各种方式 都可以 总之呢 今天非常开心 可以在UFOSTAR 跟大家好好的聊聊天 聊专辑 聊演唱会 聊自己的成长 很希望 好不好 很快的再带下一张 不过这张专辑 真的很好听 一定要听很多遍 好吗大家 OK 谢谢你收听 飞碟联络网UFOSTAR的聊天室 跟大家聊的超级开心 最后呢 送上最后这一首歌 来自妍爵的明星的爱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就爱点你UFO